在中山竟然有一個這樣項目 富士 母親河 寶蘭 盲家燈火 光介 13,999 即可買精裝延樓即買日住的項目 首期兩勝首富即可上車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幸福家頻道 我是熊仔,這位 寶家遇風屬於中山的西區 亦都是延樓發售的一個項目 總戶數先是 289 戶總規劃山洞的住宅 其中一洞是兩梯四戶 29 層高 二洞是兩梯三弧 31 層高 山洞是兩梯三弧 30 層高 他們的物餘公理費是 3 元 每平方 樓層是 2.9 米高 帶上我們的精裝 我們都事必至辭 現在即時去片 拔天看回中山 奇江 母親河 還有西區的城市徑區 東區 東區 食旗 一覽冒宜 夜晚就看回中山的一個萬家燈火 這個view 真的是非常之正 我現在所採的位置就是寶家遇風一座的實體樓層 28 樓的一個交付標準的一個單位 這個戶型的話就是 88 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進來的話第一個我們的鋼化木門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不過他們略有不同的話就是採用一個機械式門鎖交付給我們的預住朋友 日後可以方便一點的情況下換回一個智能的密碼鎖 進來之後的左手邊有個玄桿位就是他們的鞋櫃位置 鞋櫃預留了就可以根據他們的尺寸 讀這個尺寸去做一個自己適合的鞋櫃 進來之後就是傳統的一個樹廳設計 三米二的一個幅度 包括他們的一個餐廳位置亦都是做到我們的長桌 如果放在原台就手不太好 長桌的情況之下放回六人台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餐廳的後面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是採用一個U字形的一個廚房設計 以及裡面所見到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包括老闆品牌的遊影機、造台 以及這個消毒碗器亦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包括他們這個位置大型的一個桑門雪櫃就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放一個小型的桑門雪櫃是可以滿足得到的 以及上面這些櫃同樣都是我們的一個交付標準 以及他們這個位置的洗手盆空間當然會比較大 這個位置到時候就可以放回電池爐 以及他們這個拖門的話都是採用一個上櫃的軌道 這個裝修的標準可以說是簡裝 不是精裝的一個那麼新層次的東西 然後他們的客廳 這個客廳其實你住了高層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是非常靚仔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如果是晚上過來的話 看看整個景觀 好像在香港看中環的感覺一樣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怕門對證我們這個廳 那天後可以在這個位置坐屏風便可以了 那出來之後就是我們稍後所看到的景觀 他們同樣都是一個三米二開間的一個大露台 這個闊度的話是一米八的一個闊度 同樣他們的玻璃是採用一個中空雙層的隔音玻璃 洗機留在這個位置 浪衣服的空間已經足夠了 我們再欣賞一下我們這個景觀 嘩,真是好棒 摩天輪、輕鬆廣場、磊禍的桑子塔 包括京英廣場的一個高樓大廈 全部一覽無二,非常之舒服 現在你晚上看看這個奇光河 它現在建造一河兩岸工程正好之後 這邊的夜景更加靚仔 我們看看我們的靜區設計是怎樣的 這裡是88平方做到三房兩廳兩位的一個護形設計 首先第一個空間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特首間 裡面你所看到的東西全部都是有小的 包括這個勁也是有的 唯一一個米中不太足的情況下 就是它沒有做到一個鏡櫃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把這個鏡櫃拖到這邊 把整個空間 你收納的空間就會多很多 包括它們這些龍頭、硬筋的石頭盆都是有的 同樣都是採用一個座廁 在這裡也有一個設計 留了一個拆頭在這個位置 日後如果我們業主朋友想換回智能的馬桶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它們這個企肉的空間來說都是足夠的 包括這些花灑也是有的 需要注意的話就是在這個位置 到時候你要安裝一個磨砂玻璃 因為旁邊的位置是其他單位的一個露台位 副露台的露台位 在對面我們先看看這間客房 這間客房有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就是它們不是採用一個複合式的木地板 而是採用一個地磚 地磚的好處就是你不怕它負藍、負複 日後打掃的話都會方便很多 包括它們這個房間的話其實有一點點小 其實是足夠的 因為它的床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床的話我建議我們的業主朋友 抬高式到這個飄窗位 因為這個飄窗位是比較高的 抬高到這個位置下面做一層收納空間 即是踏踏米的形式 上面連接這個飄窗位置 看回我們這個夜景是非常熱的 而且它們這個玻璃圖樣是採用了中間雙層的音波液 然後這邊做房間 這個位置放床後櫃 這裡就可以放我們的衣櫃是沒問題的 在這間房間的對面就是我們的嬰兒房 這間嬰兒房的話就比較小 如果是做回書房或者四方城是沒問題的 然後床可以放一個咪五床 或者你想橫放的話都可以 沒問題就看回我們自己的設計 這間房望出去的話 同樣都可以看到我們少少的外景 最後我們看看我們的套廁 進來之後這個空間裡面是門 然後這個就是套廁 套廁的空間有一個地方不足夠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企肉的一個空間 我這個身材站在這個位置 我是覺得剛剛好 如果你是手臂再撞一點點 可能這裡就會有一點點近手 所以企肉不會太大 轉陽房的話他們就做了我們家的禁櫃 裡面做了三層 可以放一些紙巾 沒有肉露 在這個位置沒問題的 出來之後就是我們轉陽房了 轉陽房的一個設計的話 這個方位是放床的 對面是放電視機的 因為你有七座在那邊 同樣也可以放一些投影儀 這個方位睡覺的話就看不到我們的光景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這個飄窗位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飄窗位的一個高度是會比較高的 我這個高度坐在這裡是很舒服的 然後工作下班 累了在這個位置 看回出去 真的好享受那種感覺 相當於退休 平時電視上拍攝的 吃了飯 在這個位置 做一下東西 看看外面的景觀 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這個景觀 真的無遮擋 日後的話也不會起單一些東西 遮擋著我們的景觀 是非常NICE 真的非常棒 中山市區竟然存有這個景觀 真是不可思議 這套單位下來 接後的價錢 現在的特幣單位是$13,999 每平方 帶著精裝、硬裝等全都是包括世界 當然啦 它的幅度會比較大 在13000至18000之間 如果你忠誠的話 可能就去到15000多 16000左右 都可以買到這個景觀 如果想看到這個景觀 最好是九樓打上的景觀 看到才無遮擋 接下來我們看看我們的大職單位 我身後的單位是100平方的三房單位 同樣是我們的家庫標準 可以做四房 這個位置 左半長 就是我們的房間 如果你不做房間的情況下 這裡可以做一個書房 同樣是有窗戶和飄窗位 是全盛送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沒有做一間房間的情況下 他們這個開間是非常負落的 我們先看看這個餐廳位 這個餐廳位 其實你如果做一個圓桌 六人圓桌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再大一點的情況下 這個空間位就不會特別大 然後他們這裡也有一個飄窗 這個方位 看過去的一同樣是無遮擋的 看看他們的一個大信 其他小區彩虹花園的一個景觀 背後這個方位就是做了一個L字形的除鳳位 除鳳位全部都是老闆的品牌 一百平方只能做到一個單門的雪櫃的位置 這個廳真是誰看誰喜歡 我們看看他們主楼台 看出去的一個景觀是怎樣的 同樣他們這個楼台也算大的 但是長度的話不會特別長 這邊看出去的話 比我的大一感覺是沒有八十八平方的那樣好 不過亦都可以看到乾淨、生鏡、離瓦、金鷹廣場 這些孟加東那些全部都看完 我們看看他們的靜區設計 第一個空間首先就是乾濕分裂的洗手間 他們做了三段式的設計 這邊是洗手盆 額徑都在外面 裡面就是洗澡和洗手間的設計 他們的一個企入空間是足夠的 這裡有一個儲位所以不能拼 這個空間其實如果沒有這個儲位的情況下 你做一個浴缸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儲位的情況下做不到浴缸 不過他們這個空間是足夠的 出到來的話大一個空間 這間房間同樣是蔡紅花園這邊的 一米五床是沒有問題的 同樣可以建議可以抬高到飄窗位置 飄窗是全陣送的 對面的話就是我們大二的房間 這間房間首尾會比我們對面的房間大一點 這個景觀同樣是望回馬加東火 飄窗位置真是又大又撥不到又高 所有房間都要抬高 做個踏踏咪才可以做得到 套刺的情況下 有一個美中不足的話就是對沖到我們的大門口 不過他們這裏有個墓 要看回每一個客戶喜不喜歡 這個空間其實可以做一個化妝桌 因為這個空間做一個衣櫃可能會小一點 這裏的洗手間他們的硬件 這些全部都有洗的 這個企肉的位置 企肉的空間會比88平方大一點 所以若撞少許的情況下 這個企肉的空間是夠用的 我們看看房間 房間 哇塞 哇塞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躺在床上 望回出去 可以看到摩天輪 奇江河 這個夜景真是很棒 還有他們的飄窗位 不過這些單位一同所有單位 零一也好零四也好 都是可以看到河境的 所以這邊的一個景宮是物有所值 真是很棒 這個單位的首尾會貴一點 這裏的特價單位的價錢 就去到13999 跟88平方那個是差不多 看看樓層 面積越大的話 單價會便宜一點 面積越小的話 單價就會貴一點 各位觀眾朋友 看完這個河境單位 你又喜歡哪一個尺寸 88平方的話 三房兩廳兩位 這個尺寸在市區裏面來說 算是比較常見的 不過 景觀真的一絕 絕對是沒得騎 完全是無遮擋的一個狀態 當然如果你想看河境高層的單位的話 一定要減10樓以上的單位 89平方的話 它的優勢比較明顯 看光景、無遮擋檔 缺點這方面就是它們所有的飄窗位 其實是預計不到的 如果可以預計到的情況下 整個空間房的食用空間會更加之高 100平方來說 景觀來說就沒有86平方 這個景觀那麼好 其次的話 它同樣是一個樓台 做不到兩個樓台 現在它主任房的房間是對沖的 這個在風水上 可能會比較多的客戶是不喜歡的 而且它入門口的位置 如果做了書房的位置 你再放一個懈疑位置 反而我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個人都比較偏向於88平方這個積的 同樣是可以做回兩城手機上車 買一個中山市區的乾頸物業 而且如果你是退休度假來說 88平方這個圓是比較推薦的 投資來說88平方都可以的 大積的話100坊就不太建議了 因為又不像三房又不像四房又對沖 主樓台看回隔離單位的主任房的洗手間位置 所以又不太好 樓當然是沒有十全十米的 如果你有時間想了解這個項目的詳細情況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我們每款週暖日亦都會在香港太子A7 口 有看樓團準備好給大家 樓沒有十全十米 但相信一定有最適合你的樓盤 我是熊仔Liu 持續運輯 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